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阿洋 你覺得自己是否一個好的聆聽者 當然啦 我一直都是大家的資深好友 朋友找我 我不得客人都會藍剔他 讓他知道我有看 朋友想跟我掃苦 我一定會樹起耳朵來聽 阿洋 我感覺壓力越來越大 事情好像做不完 朋友真的受不了 我一定會陪他好好發洩 阿洋 我覺得很辛苦 每天睡不夠四個小時 有時候真是 不要不開心 去吃餐好的就會好過一點 嗯 聽起來你真是幾有義氣 這麼肯聽朋友掃苦 是的 朋友有事當然要幫 嗯 那你知不知道各位朋友其實是甚麼感受 當然知道 他做事 嗯 就是總之就是不開心 最適合就一起去鬆一鬆 我真的明白他的 嗯 你覺得我不明白嗎 嗯 好吧 或者我不是多明白的 你 我知道的阿洋 你很重視朋友 我一直都明白你的心意 知道你真的關心我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但其實我不明白你的感受 這個不是你的錯 畢竟我們認識了那麼久都很少講感受 或者你都不太知道應該用甚麼方法去關心我 但是我現在真的想知道 你可以不可以告訴我呢 好吧 其實我是因為最近公司走太多人 工作量大到頂不住 原來是這樣 那其實我怎樣回應你才好呢 嗯 如果你可以 真的忙碌的時候 不妨直接說 約一個合適的時間才好好溝通 有時候 我們未必知道怎樣回應最好 但專心聆聽其實已經有安慰的效果 朋友見到你有認真聽 知道你在乎 已經舒服不少 朋友情緒真的爆發的時候 需要的不是解決辦法或者娛樂 而是陪伴 其實 簡單摔一摔紙巾 打一搭肩膀 安靜地陪著對方 已經很足夠了 如果朋友真的很多煩惱 不要急著提供解決辦法 專心聽他的感受 一起去吃一頓好的其實都不錯 蛤? 和老友聚一聚 一直都是最幫到我的減慢方法 不是 我做甚麼一直要找你 好啦好啦 行了 今次是我的 喂 還有沒有多些提示 過多兩招給我旁邊 如果你都想好好安慰身邊的人 如果你都想多帶兩招出去 可以聽到接下來的掃詞用字小技巧 如果有人跟你分享他很傷心 不要說 不要不開心 嘗一下說 你現在很不開心 不要說 我明白 但我覺得 嘗一下說 我未必完全明白你的處境 但我見到你真的很不開心 如果有人在你面前哭 不要說 不要哭啦 哭都解決不了問題 嘗一下說 慢慢哭不要緊 哭完我們再一起想想怎麼辦